半毒集团滥用快递服务 企图将毒品从西马游寄到东马 不过中途遭到执法人员拦路 关税局官员成功在吉永坡国际机场的货运中心 起货市值大约超过320万令节的 安非他命和摇头丸 关税局中区执法组主任黄运祥发文告指出 当局是在7月26号下午 在吉永坡国际机场货运中心 从一辆货运罗里搜出毒品 半毒集团将重达41.8公斤的安非他命 分装成4个包裹 当局同时搜出了一批重达25公斤 市值超过180万令吉的摇头丸 初步调查发现 涉及的包裹收件地址是在沙巴 不过收件人的资料相信是伪造的 为了混淆执法单位 半毒集团将毒品装进盒子之后 再放入麻袋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能透过快递服务来运输毒品 如果这批毒品流入设厂的话 将祸害33万6千名的瘾君子 关税局将援引1952年 《危险毒品法定第39-B-E-A》条文 来调查案件 追查是案嫌犯的下落 9-B-E-A-条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